黃敏奕和老公曾國祥這日經傳分辨的消息 黃敏奕被發現他的社交平台和曾國祥的合照全部都消失了 另外亦有網民說 黃敏奕已經洗走了手上的分界紋身 不知道是否因為最少離多而導致感情生變 黃敏奕曾經在一個專訪中分享過他的愛情觀 他說他是一個感性的人 而對著老公他都有小鳥依人的一面 他說平時甚麼都不會理 無所謂 作為老婆他會給自己100分 他形容他和老公的愛情故事並不是很轟烈那種 他們更加從來沒有鬧過交 親連之養沒有發生過在他們身上 他從來都沒有擔心過 是初時曾國祥回內地拍戲要分開很久 生活模式不同了所以不習慣 對於網上風傳離婚 黃敏奕就在回覆傳媒時表示他和老公沒事 他之前是因為工作所以有整理過社交平台的照片 但沒有刪除合照也沒有分界紋身 只是有時因為拍劇會遮住 另外他又透露老公現在身處在英國開工 很坦白地說經常分隔異地 要維繫彼此的感情是很難的事 有時不然是很嚴重 有時不去曰什張嗎 會不會太難看 有時不去 literary